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 开始录的时间稍微有一点晚了 我不太确定说 在天黑之前可不可以录完 所以呢先提前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万一录到后边 整个光线又变得很奇怪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包涵 刚才呢是主要临时出门呢 又看了一套房子 最近这个看房的过程 真的是蛮曲折的 中间遇到了很多 很奇葩的事情 这些故事我还是等到 下一期的vlog呢 再来跟你们分享 估计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 十月底的一个时间了 所以就是临近节日记 以及各种打折的这种季节 所以呢就希望今天这个视频 也给大家一些 节日记购物的灵感 每年的十月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月份的 因为到这个月的月底 也就是我跟老田 正式在一起的十周年纪念 所以呢这个月 我真的是入手了蛮多的东西 也有在为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吧 精心的准备一些衣服 刚好就是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 我也想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觉得说等到那一天究竟是穿 哪一套衣服呢 更加的好看 那今天视频里面要分享的单品 还有一点多的 所以让我们其他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今天视频吧 首先第一个单品呢 就是目前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黑色的小针织衫 它的设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剪裁跟轮廓 穿上身就是有一种把时髦 写在脸上的感觉 里面去搭配我现在穿的这种 cube top或者说一些 图案很好看的打底衫呢 都是可以的 风格方面是比较随性潇洒的 领口位置设计的很高 几乎是一个跟肩膀平直的角度 所以呢就能打造出一个 直角尖的视觉效果 然后呢在背后位置上面 它有做一个很大的这种 cut out的细节 袖口这边它有给你挖一个小洞 所以你平时穿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的大母哥 从这里面伸出来 然后材质上的话 它是一个70%的羊毛 然后还有一个5%的羊绒 所以呢像现在这样子 就我直接贴在皮肤上穿嘛 它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天气比较凉之后 你还可以在它外面 去叠穿一些比较长款的外套 然后它也能起到一个 很好看的叠搭的效果 然后这套的话 我就给它在外面呢 搭配了一个长款的风衣外套 这个风衣外套 好像是今年我入手的 唯一一件风衣外套 首先一开始 我就是被它的一个颜色 给吸引住了 它的颜色 大家感受一下 有没有特别像是 Lamere的那种感觉 特别静谧的一个烟灰色 视觉上面真的是 太有高级感了 除了说像我视频里面一样 去搭配黑色之外呢 我想象当中 它去搭配就各种 深深浅浅的灰色系 或者说去搭配乳白色 这些颜色应该也是会很好看的 原本我还担心 它的长度会过长 因为它是一个 军马的设计嘛 但没想到我自己试穿之后 发现长度还挺好 就对于身高在 165以下的女生来说呢 都是挺友好的 然后背后腰带位置上面 有一个细节 我也蛮喜欢的 就是它有给你额外的 做一颗这样子的扣子 去固定 也是为了避免 就是说你 不记带的时候 避免这个腰带 到处乱飞的一个情况 敞开来穿它的时候 这件衣服完全是 自带一个女王的气场 然后如果说 要扣起来穿的话 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 只扣最上面的一颗扣子 插头走起来 会更加有走路带风的感觉 而且你只扣最上面的一颗的话 对于身高 不是那么高的女生呢 也会更加的友好一些 总之一句话总结吧 我觉得这件风衣 它整体 无论是设计还是版型 都是一个非常 timeless piece的那种设计 不会轻易的过时 非常的经典耐看 然后视频里面 我搭配的那顶毛线帽 也就是我今天 目前戴的这顶帽子呢 是我记得也是这个月 在Celine的官网上面去买到的 这个帽子 是我当时 可能就上半年 看他们今年秋冬的一个runway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中槽了 官网上面呢 也是一度断货 但没想到就是 某一天突然 我想起来 在晚上睡觉之前呢 去官网再刷了一下 真的就被我刷到了 而且我买完之后 它又立刻的搜到 所以有时候买东西 真的是讲究一个缘分 有一种命中注定 要被我买到它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毛线帽 就是对于 大头新人呢 也非常的友好 因为它整体是这种 针织的嘛 所以呢弹性 也是蛮好的 像我现在这样子 戴它整体的一个帽型 包括我把头发 就是 扁在耳朵后面的话 看去是不是有一点像是 樱桃小丸子的感觉 但是它很妙的是 如果说 当我把耳边的头发 全都撩到前面来 去配上一个墨镜什么的 它瞬间气质方面 又会变得很酷 很帅气 特别简单的一个设计 没有什么过多反复的细节 就是中间呢 有一个凯旋门 这样子的logo 个人感觉呢 搭配性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 特别的耐看 另外一个 我十月份买到 超级无敌喜欢 并且很满意的单品呢 就是手上这一件 Acne Studio的西装外套 原本讲真的 我今年是 不打算 就再买这种 单价比较贵价一些的 西装外套了 去年看过 我西装外套合集的 小伙伴们 应该也还有印象吧 我的西装外套 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多 但是吧 这一件 它的整体的版型 以及说 它的这个颜色 真的是把我的钱包 拿捏得死死的 尤其是 在我上个月 买了BV那双 紫色底的短靴之后 再让我看到 这个西装外套 我就觉得说 不买它 真的合适吗 它是一个灰紫色的颜色 饱和度不高 会比较的耐看 然后 Ankeny Studio的西装外套 版型跟做工 真的是没话说 我买过所有的西装外套里面 真的就是 Tibi 以及说Ankeny 这两个品牌 拿到手 一摸 一试穿 脑子里就只飘过一句话 那就是 贵 也有贵的道理 这件我特别喜欢 直接扣起来 当做一个 西装裙来穿 然后下面呢 就可以去搭配 很短的 Biker Shots 或者说是一些短裙 鞋子的话 你去穿几西靴 或者说是短靴呢 都是会非常好看的 面料方面 它是一个45%的样貌 目前呢 我真的已经穿过好几次了 但到现在呢 我都没有烫过 所以它的整体面料 我觉得打理起来 还是挺方便的 那说到下边搭配的短裙呢 这一条也是我这个月 想要极力极力 跟你们推荐的一条 它看上去是一个半裙的设计 但是它实际呢 是一个裙裤的设计 这个裙裤 其实是我两个月前吧 买来说 学习高尔夫球的时候穿的 因为它设计方面 就是内里这一层 裤子的长度 跟外面的裙板呢 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就特别不容易走光 无论是坐下 蹲下 甚至说各种旋转 它都不会出现 走光的这种情况 然后最近我发现 因为它整体设计方面 没有添加什么 特别运动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呢 秋冬天 当你想要做一些 短裙搭配的时候 真的就穿它来替代 特别的完美 非常的好搭配 而且它整体面料又很舒服 且弹性呢 也特别的好 轻浮感很强 而且很透气 而且呢 它这条裙子呢 也是可以用来激洗的 如果你们也有秋冬天 就是穿短裙去搭配 什么长靴 或者说短靴的这种需求的话 这一条真的 必演入 今天视频里面 很多不同风格的搭配里面 我其实都有用到它 所以后面一些的内容 大概就是可以再额外的 去做一些穿搭方面的参考 另外还有一个单品 也是会在今天视频里面 持续不断出现的 就是 这个月我新买的一双 急西靴 这个急西靴呢 是GUNI这个牌子的 同样的 我还是把我的结论 说在最前边 小腿不够长 但是又想去尝试 这种贴腿款式 急西靴的 真的认准这一双去买 不知道大家 对它们去年出的那双 特别火爆的 急西靴样式的雨靴 还有没有印象 那个雨靴 其实去年呢 我就默默地买过 然后又默默地退掉了 当时不是有很多很多帖子 就都说它是瘦腿神器啊 然后显腿直神器 但对于我这种真的小腿不够长的人来说 它还蛮灾难的 穿在我的腿上 它的那个 就最上方的这个位置 几乎已经抵到我的膝盖了 所以我穿它 真的是没有办法走路 非常的尴尬 但是这一双它靴筒整个长度呢 在我这种小腿短的人身上 就还蛮友好的 加上它侧边从最上面延伸到最下面 都是一个弹力带的设计嘛 所以呢 对于小腿的那个腿围要求 也不是非常的严格 关键是这双鞋子 它鞋底呢又做得很厚 反正就是短腿新人 以及个子不高的小伙伴们 这双真的可以充 另外靴子本身的自重呢 我觉得也是在一个 很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反正比他们家的那个雨靴是轻多了 而且呢也比BV的那双短靴呢 要轻很多 搭配方面的话 它真的就是搭配什么都很合适 就比如说前面我说的 那个风衣外套 然后那个 Acne的西装外套 或者你还可以拿它去搭配那种 风格方面比较偏休闲一点 运动一点的 像是一些好看的卫衣啊 或者说帽衫 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两件 我近期非常喜欢穿的帽衫 这两件呢 都是VAC这个牌子 他们今年秋冬的一个新款 他们家的卫衣帽衫 我真的都一直蛮喜欢的 算是在同等价位上 无论是设计 做工还是面料呢 都非常的走心 非常的优秀的 那首先灰白色这一件的话 我是第一眼 同样是看中了它的这个颜色 它的这个灰色就是很纯净 没有任何的那种杂质的感觉 加上是一个比较有轮廓度的版型 穿在身上你就会觉得很显好 很显贵 然后这个系列的卫衣 他们都是跟日本的一些设计工作室合作的 所以呢 就是身上都会或多或少的 有一些小恶魔的元素在里边 袖子的前侧呢 都做了一个羊毛绒的小恶魔爱心 还蛮可爱的 帽子依然是做的很大 很有容量感 除了说有时髦度之外呢 也可以衬托的你 就是头更小直 材质方面 那里这块还是做了一个家容的面料 所以呢 保暖度呢 也很不错 然后这个衣服 他们在卫衣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细节吧 就是有在这个很大的帽子里面 给你设计一个隐藏的面罩 这种眼罩的设计 就是你素颜的时候不想见人啊 或者说外出旅行 在车上 在飞机上都超好用的 挡光跟挡脸的效果呢 都一流 还方便你睡觉 另外黑色这件的话呢 它最突出的一个设计 首先应该就是胸前 以及说手臂这边 两个color blocking的这个细节 非常的有街头时髦感 然后手臂上面 它是一个很有厚度的这种塑胶的patch 上面写着99%normal 瞬间就是给这件衣服增加了一些 个性的元素 99%的时候很正常 然后有1%的时候呢 有一点小evil 就是有一点小坏 小叛逆的意思 是不是还挺有趣的 然后背后这边呢 它还是有做一个很大的这种 小恶魔的图案 就是前后各有亮点吧 下边去搭配一个长一点的袜子 跟后底鞋 真的就很简零 然后它的这个大帽子 你真的戴上去的时候 就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你甚至可以把它叠带在你的冷帽 你的毛线帽外边 也是非常有性格的一个搭配 然后同样的这一款呢 它也是有给你做这个 隐藏的眼罩设计的 关于尺码方面的话 这两件呢 我都是选的 medium的中号的一个尺码 穿在我身上就是刚刚好 可以盖过屁股 然后这个尺码的话 平时我跟老田呢 刚好也就是可以互换着穿 接下来是几件毛衣类的单品 我想着今年可能也不会单独 再出一集关于毛衣合集的 这种视频了 所以呢就挑几件 我近期特别喜欢的 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它是一个男女同款的 这种针织开衫的设计 是偏向有分量感的那一种 近看就会发现它的织法是很紧密 然后很厚实的 我做了两个不同的搭配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把它扣上穿 它的长度呢 可以当作是一个裙装来搭配 基本上是看不到裙裤的边缘了 然后扣上之后呢 它的一摆位置会形成一个 很好看的轮廓度 是非常简铃显可爱的那种 然后呢也会衬托着你 两条大腿呢 非常细 袖子手肘位置上面呢 也是做了两个很大的 这种爱心的笑脸 如果说你一直想要尝试 红黑撞色 但是又不敢 就穿太大面积的话 我觉得这件呢 可以试试看 然后另外一种搭配方法呢 就是把它敞开 当作一个开衫来穿 我里面搭配了一个 短款的小上衣 然后下面呢 是搭配的高腰的西装裤 再加上Kara这个链条的相机包 就是瞬间从刚才那个 比较偏向于甜美的感觉 转换成一个 比较机车 比较酷的风格 另外这件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宽大的毛衣 是我长草了非常久的 一个rotate他们家的 这种字母毛衣 我真的是在它三个颜色里面 纠结了好久好久 最终呢 还是选择了这种 黑色配白色字母的这种拼接 因为黑白配色真的就是 耐看耐看耐看 它穿在身上的话 就在我身上长度呢 会跟刚才那件呢 差不多 下面穿一个比较短的 那种biker shots 基本上也是看不到的 设计方面 它是一个宽松的 落肩袖加比较直筒的一个版型 上身效果还是非常有时尚度的 面料方面的话 它就是非常的轻盈 很有蓬松的感觉 是一个百分之四十几的羊毛 跟百分之 大概二十八 还是百分之三十左右的 马海毛的一个魂房 那马海毛的成分 稍微偏高一点的话 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比较容易掉毛的这种情况嘛 这一件的话 它就是会有一丢丢的这种掉毛 就你用力去扯它的话 它还是能扯下来一些 但是它自然掉落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还是在我的忍受范围之内的 然后视频里面 我也是直接贴着皮肤去穿搭的 基本感受不到什么 扎身子的那种感觉 但如果穿太久的话 我觉得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容易出汗 所以呢 最好还是要在里面呢 穿一个长袖的打底衫呢 会更加的舒适 下一件是一个风格非常复古的这种毛衣小背心 我觉得毛衣背心这种单品 就是在配色以及说版型 这两个方面真的都太讲究了 因为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从那种 复古的边缘吧 掉落一个老气的那种深渊 但我手上这件 它真的就是在两个方面呢 都做得非常好 首先它配色上面就很妙 虽然是大红色跟绿色的一个勾花 但是做得很小很细致 搭配上一个深沉静谧的这种深蓝色 我觉得是把复古时髦的这种腔调 真的发挥到极致了 版型方面 它是一个短款但不紧身的设计 所以下面却搭配一个高腰的西装裤 腰部这边呢 还是有悬空的这种空间感的 真的非常的显瘦 拍摄那天 洛杉矶这边就是莫名其妙的 升温到了三十几度 所以真的太热 我里面就直接光着胳膊穿了 但天气凉的时候 平时你里面去穿一个那种 比较高领的黑色的景深打底衫 肯定都是特别好看的 穿搭方面它的可塑性呢 也很强 就是秋冬天做各种叠穿的时候 把它作为一个 内搭层面的叠穿过渡 也可以很有重点跟层次感 就比如说把它叠穿在我前面说的 那个长款的风衣外套 或者说西装外套的里面 它都很合适 OK那接下来呢 终于到了我位 就我跟老田这个十周年 纪念日准备的两套衣服 其实总共有三套的 但是还有一套呢 还在路上 所以呢 大家今天先帮我二选一 其实这两套搭配的重点单品呢 都只有一个 就是这一件 无敌美 美翻了的V0的毛衣裙 它最美的一个设计呢 就是在它的背后 是一个超大的V0露背 但是呢 它又给你加了半个抹胸的这种细节 非常的有层次感 而且很性感 会隐隐约约的露出来 那么一点点的腰窝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 该怎么形容呢 它官网上面写的颜色 叫做Toast 土丝色 反正就是感觉 带有一点点那种 古物感的颜色 然后材质上的话 它是一个 我记得应该是 接近50%的羊毛 然后5%的羊绒 其他应该就是 人造丝的这种材质 整个贴身砖呢 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然后它作为主角呢 就是目前呢 我有两个搭配外套的选项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 超短款的这种 机车风格的皮衣外套 这个小外套 我也是藏了 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是我上个月 就已经到手的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来跟你们分享 它是一个比平时 我们买的那种 机车夹克 更加短款的一个设计 除了说长度方面呢 它另外一个 比较有特点的 就是它有在肩膀里面呢 稍微做一点点的内衬 加上这一丢丢的肩衬之后 它肩膀位置 就会显得更加的有容量感 上身效果会更加的时髦 然后这件呢 它是一个100% 真皮的一个材质 光泽度跟触感呢 真的都是非常好的 鞋子的话 我是在纠结式搭配 视频里面 我搭配那个集气靴呢 还是说去搭配一双短靴 可能会更加的合适 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呢 它也是一个皮质的外套 但这件的话 它设计细节方面 就会更加的复古一些 版型方面是一个 大翻领西装外套的版型 同样是做的比较oversize的一个款式 大家近看就会发现 它边缘的这种做就感 其实是很不均匀的 就会更加有那种 vintage的氛围感 然后侧边的两个大口袋啊 它是做的那种 开口很大很松的 就很像是你平时 兜里面塞了很多东西 才会出来的一个效果 但很莫名的 这个设计的很奇怪的 这个点呢 就非常的戳我 关键是这个外套 无论说是你们在视频里面这样看 还是说我自己肉眼看 包括我手触摸上去的感觉 我觉得它的质感也都是很好的 但它的价格大概只有 前边那一件 真皮皮衣的八分之一 每当我买到性价比 这么高的单品的时候 我真的都自己感叹 天哪 我也太会买东西了吧 anyway大家帮我选吧 就是either是选 刚才那个短款的外套 还是说 选我手上这一件 西装外套的款式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今年秋冬 我都没怎么买西装外套了 我对于西装外套的那种热情 今年完全转移到了 皮质外套身上 它的版型是结合了一个 机车夹克 跟飞行员夹克的那种设计 我最最喜欢的 就是它袖子的轮廓 以及100背后的一个收缩的细节 非常的有大牌感 肩线设计呢 也比较低 就是你从侧面看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轮廓感出来 然后同样的 我也是给它做了 两种不同风格的搭配呢 给大家参考 你拿它去搭配西装长裤 然后配上一顶爆童帽的话 它就是比较偏无性别感的那种帅气 但如果说你把它的下半身 换成一个短裙 再去配上一顶 粉色一点的毛线帽 再加一个比较有学院感的 这种长袜子呢 那它就会显得更加的 可爱一些 复古一些 质感方面同样是做的很优秀的 触摸上去是那种 很奶油很绵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显好 就是这件它版型方面 其实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 我感觉只有那种卖二手衣服 卖中古衣服里面 才能找到的一个版型 前两年在纽约的某一家 那种中古店面 其实找到一个比较类似的 但是那一件呢 就是做的超级无敌的搭建 穿在我身上大小就没那么合适了嘛 所以今年能让我找到这一件吗 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哦对了 视频里面搭配的这顶粉色的帽子呢 也是这个月我新入手的一顶 特别喜欢的 可爱的这种毛线帽 它呢是Nanushika这个牌子的 这个帽子就是如果说你 原价去买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稍微有一点贵 因为它毕竟只是一顶帽子 但它在秋冬天的搭配性 真的很强 现在反正也已经接近年底了嘛 我觉得很有可能 它是会打折的 如果打折的话 这顶帽子真的 一定要去买好吗 我会尽量的给大家去找 就有没有好的折扣 如果找到的话 还是同样呢 都会总结好 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边 OK那视频最后呢 就是今天的两大压轴单品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月我到手的一只 非常喜欢的包包 它就是 它是Jackmus这个牌子的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会买这个牌子的包包 不是说它们包包不好 只是说我之前 几乎没怎么关注过 重点呢都在它们的衣服上面 然后这只包 我到手之后 真的比我下单的时候 让我更加的满意 因为它整体的质感 也太无敌了吧 它的这个皮面啊 真的就是你拿十倍 甚至二十倍的放大镜 就也看不到任何的瑕疵 而且它的整个设计方面 以及说气质方面吧 我觉得是最具 Kelly Poche那种气质的一只包 前侧这边 它是一个吸铁石的设计嘛 当你把它打开 然后随意的这样子 拎在手上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有 Kelly一代的那种气质 腔调真的很足 我真的好喜欢 然后这款包 我记得它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尺寸的 我入手之前呢 也是研究了很久 比它更小一号的那种mini的尺寸 同样的一个皮质 但是它在更小号的那个包上面 就更加容易起皱 尤其是在侧边的这种位置 还有呢 就是包柄的这个位置上面 那我觉得这种皮质 或者说做出这种皮面 感觉到一个质感 如果出现起皱的这种现象的话 就很破坏整体的这种氛围 所以呢 我会更加推荐吧 如果说大家长草啊 就更加推荐你们去考虑我手上的这个size 而且这个size怎么说呢 毕竟也是会更加实用一些的 那里的话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细节 在背后呢 有给你做一个这样子的卡槽 但是这款包呢 它还是有给你做一个 这种可以拆卸的肩背的链条 你平时把它扣上去呢 如果说不想手拎的话 斜胯呢 也是很好看 同样的这个肩背的肩带呢 也是可以去调节它的长度的 另外一个压轴的单品呢 就是这一双棕色的短靴 其实严格意义来说 它不是我这个月入手的一个单品 其实是上个月入手的 但是因为这个牌子 我是第一次尝试 也是第一次买他们的鞋子 所以我想着 还是应该要多穿几次吧 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同样还是把我的结论 说在最前面 它大概是我目前穿过 所有这种同类型厚底设计 全真皮一个材质 的这些短靴里面 最最轻便好穿的一个 它是一个蛮小众的那种 西班牙的手工鞋品牌 然后也是那种 family business的模式 它鞋底这边呢 是一个橡胶鞋底的材质 前侧防水台这边 大概是一个3.5厘米的高度 然后后边的这根呢 有一个接近8厘米的高度 但讲真的 它穿上去 你完全感觉不出来说 它有一个这么高的鞋底 走起来是非常跟脚跟舒服的 而且多走一会儿 你也不会觉得累 因为这双鞋子 它本身的自重呢 也还蛮轻的 鞋身的整个皮质 是比较偏柔软的这一种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吧 在我穿了比较多次之后呢 鞋面这边确实会出现一些 就是使用痕迹 但我觉得在这种 比较柔软的皮面上面呢 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并且也不会损失它本身 就这种很复古的美感 然后它靴筒的宽度呢 也是相对来说 稍微比较偏宽一些 光腿穿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跟你的小腿之间呢 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度 然后如果你想要拿它去 搭配比较宽松的 那种西装裤的话 也可以把裤脚呢 塞在这个里边 在我看来它就是一双会比 BV这类型的短靴 适应的人群更广 然后穿起来呢 也会更加舒适的一个选择 那除了前面说的 这些所有的单品之外呢 另外还有两个 就是小配饰吧 也是这个月新购入的 第一个就是我耳朵上 目前戴的这个 Chanel的耳钉 耳钉 大家应该在上一期的Vlog里面 有看到过 原本我是去Chanel店里面 试鞋子的 但是结果没有 试到合适的鞋子 最后呢买了这一对耳环 我觉得这个耳环 它设计还是蛮简单的 但是它又是 镶嵌了那种 bling bling的水钻嘛 戴上耳朵呢 还是特别的有存在感 但依然是一个 非常好搭配的设计 然后另外一个配饰呢 就是一副Chanel的墨镜 这个墨镜 真的就是摆在那里的时候 你感觉它 普普通通平平无奇 但是一戴上之后 我当时就觉得说 哇塞 也跟我的脸型 贴合的太完美了吧 无论是它上面就镜片的 这个弧度 跟我眉毛的这个弧度 以及说它宽度 对于颧骨高薪人的 一个友好程度 我真的都觉得 超级无敌的适合我 镜片呢 也没有说做的很大 很oversize 很夸张 然后呢 在镜腿这边呢 有做一个Chanel的logo 拿下来给大家镜看一下 应该更加能感受出 它那种半透明的一个质感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它本身的自重呢 真的超级无敌的轻 对于矮鼻梁新人呢 这一款也是很友好的 我感觉如果说 你还没有寻找到一副那种 可以每天戴 穿什么东西都戴 既日常又显好 又搭配性的 那么这一副呢 还挺值得去试试看的 好了那以上这些呢 就真的是这期购物分享 所有想跟你们分享的单品了 然后关于这些单品 所有的购买渠道 以及说目前我能不能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折扣的信息呢 还是会总结好 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或者说置顶评论里面 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去查看一下 最后呢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 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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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